前一段有朋友问我怎么样做杂粮面包 今天我们来做个玉米面面包 我们用两杯半的中筋粉 半杯玉米面 一个鸡蛋 6克酵母 还有15克的糖 我们把糖 还有酵母 另外有玉米面 一起都倒到一个大碗里头 通常我们管这些叫干料 然后我们倒上250克的水 把它均匀的搅拌一下 你知道这250克的水 对于三杯面来说都是不够的 是吧 那可是我们这里呢要加一个鸡蛋 现在我们把鸡蛋呢打进去 然后继续搅拌 鸡蛋打进去以后会稍微的有一点粘稠 用手揉搓 一直搓到这个面团呢都光滑了 现在我们用塑料薄膜把它盖上 让它发酵到原来的两倍大 发酵好的面团呢 发酵好的面团呢 我们不需要使劲的揉 这些面呢 我们可以做四个面包 你想做小一点的话 切成六块也可以 我在这里就把它切成四块 然后我就用手团一团把它们做成光滑的面团 搓成长条把它擀开 不需要擀得很平整了 大体整个形就行了 然后呢放上葡萄干把它卷起来 这样一个面包呢就做好了 稍微的整一下形 我们再做一个 这一个呢 我们来放核桃仁 或者你可以加其他的果仁啊 其他的果干什么都可以 你自己喜欢的就可以 一样的我们还是把它卷起来 稍微的定型一下 又一个面包就做好了 都做好了以后呢 我们盖一块湿布进行二次发酵 这个面包二次发酵的时候湿发 有水蒸气的发是非常重要的 我把它放在烤箱里 你可以看到炉子底下放了点水 170华氏 然后大约40到45分钟 拿出来以后呢 你可以在面上轻轻的划上两刀 你发面之前划也行 炉子预热400华氏 烤大约30到35分钟 每家炉子不太一样 你注意看一下 这样面包就烤好了 香喷喷的新鲜的玉米面包 你把它切开来看一看 这个皮和底都是非常的脆 配上咖啡或者茶 美美的过个周末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谢谢收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看 谢谢观看